大家好,我是CC,欢迎收看本期创意汽车 找一个小饭馆吃饭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在我咨询了几位老司机以后才知道了其中的玄机 原来在长途行驶过后 司机和乘客都会感觉身心俱疲 都需要吃饭休息 而长途客车司机在高速吃饭也是要给钱的 如果是在高速下面的小饭馆吃饭 很多地方都是免费的 而且有些地方还会给司机提供专门休息的地方 但是对于乘客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首先这种小饭馆的价格要比普通的贵上好几倍 饭材质量也很一般 但是乘客没有办法 只能选择妥协 要么吃饭要么饿着 而这些乘客一旦在这些小饭馆进行消费 大客车司机就会拿到一定的提成 这也算是一种行业里的潜规则吧 只能说我们在日常出演门的时候 为了避免被坑 还是多带点吃的吧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